不過這倒是吸引很多人 就羨慕的眼光了 最近爆紅的這位台灣男孩 就是擅長用雙手及空氣來發出聲音 演奏音樂來當表演 去年底因此上了中國達人秀 最近又受邀在主持人小S 跟蔡考詠的前面來露一首 在場來並通通都看傻眼 認真專注用雙手當樂器 你聽得出來這是什麼歌嗎 原來是小S的成名曲 十分鐘的戀愛 表演的人是今年二十二歲的白世維 他的才藝讓眾人吃驚 不過因為效果十足 不斷被主持人小S點名伴奏 白世維快點結婚進行曲 想到荒腔手版的手機演出 產生不少笑料 讓白世維成了網友熱烈討論的對象 我是白世維 大學剛畢業等著入伍的他國中時上課無聊發現用雙手擠出空氣可以發出不同聲音 於是開始練習手技一練就是十年 職業傷害的話是還沒有遇過但是因為練久了手會酸什麼 那久而久之肌肉就會變得大塊 現場即興秀上一段他說表演時不能說話要非常專心不然很容易會落苦 我都是在廁所練那我媽在廚房在廁所旁邊 他每次都要忍受著我這樣磨硬吹鬧 其實在小S面前表演不是他第一次公開演出 去年底他也曾經跨海到大陸的中國達人秀表演過 下個星期他還要到北京參加我要上春晚節目 想不到五星茶柳煉成的才藝 現在讓他紅到對岸 周圈陳建築談說以臺北此方報導